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恶劣的叛徒 挟持军机叛逃台湾 甚至将朝夕相守的战友残忍杀害 可他非但没遭到报应 反而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拿了2500两黄金 邓立军亲自看网 从此过上了招摇过世的日子 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受到报应的叛徒 晚年提出落叶归根 想要回到大陆时 中央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欢迎百度搜索李显斌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点个三连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1965年11月 在执行飞行任务的过程中 一架解放军军机突然脱离航线 向台湾方向飞去 眼看事情的发展逐步超出掌控 党中央联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但由于事发突然 党中央并没有成功阻拦这架失控飞机 当时正值两岸关系敏感时期 出于对自家军人的信任 大多人认为 这架失控飞机 一定是遭到了台湾方面的暗算 才不得已迫降台湾 可只有党中央知道 这根本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叛变行动 当时驾驶军机的解放军中尉李显斌 有极大的叛变嫌疑 很快从台湾流出的一张合照 印证了党中央的猜想 因为2500两黄金的诱惑 李显斌带领同级的联保生李财旺两人踏上了一条叛国的不归路 虽然不知道联保生李财旺二人的投敌动机 但在台湾方面的鼓吹面前 党中央还是将二人连同李显斌一起化为了叛徒 正是向公众宣布了这一消息 直到后来李财旺回到大陆探亲 这场轰动全国的叛徒案才得以献出真相 李财旺表示 他们事前并不知道李显斌的投提计划 所以在发掘飞机偏离航线后 李财旺本能的开始反抗李显斌 哪怕李显斌掏出手枪威胁 李财旺也执意要将飞机修正航校 僵持间李显斌开枪打伤了李财旺 飞机这才顺利飞向台湾 而在目睹这一切后 联保生深知事情已经定局 为了表明自己的知晓 在飞机落地后 联保生引弹自尽 为了营造假象 台湾当局美化了飞机落地的过程 并将联保生的死归结为异常意外 对三人做出了同样的嘉奖决定 试图以此来迷惑大陆判断 也正是因为这一个烟雾弹 哪怕李财旺在抢救后苏醒 也无法回到大陆发展 直到多年后两岸关系缓和 他才争取到了探亲机会 借机将当年的真相说出 而这个时候 他们的家人早已在叛徒的阴影下 折磨了整整十几年 反倒是一心叛国的李财斌 活得十分滋润 但让李财斌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因为始终没能获得台湾当局的信任 迟迟无法晋升的他只好移居加拿大 在磨难中度过了一生 等到1991年一到晚年的李财斌决定回到大陆养老 他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必然会得到大陆的善待 但在党中央看来 李财斌的叛逃性质极为恶劣 这是无论多少军功都无法掩盖的事实 因此在李财斌回国后 党中央立马对他进行了抓捕 并判处其15年的有期徒刑 遗憾的是因为身患癌症 2000年李财斌便去世了 这场迟闹多年的审判虽然大快人心 但却没让罪魁祸首付出应有的代价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